《紅貓寧》 我是祖師 是紅貓寧的唱團的藝術總監 都是這次《紅貓寧》的導演編劇 不如我們說說小朋友做的博士 和性格是怎樣的 不如你這個紅貓寧開始吧 我叫陳嘉瑩 飾演《紅貓寧寧》 我叫做關樂儀 我做大樂巴 我是陳日麗 我飾演《紅貓寧寧》 我是許英俊 飾演《紅貓寧寧》 我是周莫雲 飾演《士多啤梨》 我是周莫雄 飾演《一套劇人》的《香芝》 我是蘇姊 和飾演《雪梨》 我是黃樂儀 飾演《黑木關》 我叫鄭口峰 飾演《老鼠》 我叫黃浩雲 我也是飾演 小朋友 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故事 說什麼 這個故事 是說黃浩雲 就是我 偷了一個農莊 而且更大風修天 住在隔壁屋 那兩隻老鼠 這兩隻老鼠 這兩隻老鼠 偷了東西 的農莊 她很不開心 所以我和大蘿蔔 就是她 一起想想辦法 怎樣可以 搞到那兩隻老鼠 不再偷我們的農莊 於是我們就想請護衛員 誰知道 其實仁仁仁 有請貓 但是因為 貓很喜歡捉老鼠 但是我懵懵懵懵 就請了這兩隻熊貓 回來幫我們看著 一塊農田 然後呢 那兩隻熊貓 就懵懵懵懵懵 那麼大蘿蔔就叫她 看著一塊田 不要讓老鼠 那些東西 來偷我們的農莊 誰知道呢 那兩隻熊貓 就這樣 看著一塊田 搞到呢 那些老鼠 又來多次 有偷我們的農莊 後來這兩隻熊貓 就呼籲大家 一分加盡 一分收保 不可不可 不可不懵懵 一分舉止 於是後來這兩隻老鼠呢 就從我們回來 對不起 拿回那些牢作物給我們 大概的情況會是這樣的 很慘的 這兩隻老鼠呢 就是 給我們其他牢作物 紅貓針對 因為他們太頑皮了 但不要緊 我們後來都變回怪了 知道 偷別人的牢作物是不對的 記得大家 來看 紅貓日記 掰掰 掰掰 掰掰